歡迎收看1700新聞大白話 這個階段加入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TVBS國際特派員林鴻一 鴻一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鴻一最近因為台海 或者是說美中關係的惡劣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會擔心說 萬一如果中國跟美國打了起來 那台灣會不會受到波及 今天有一個新的提案 美國議員提的 其實原本的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這個法案裡面到底怎麼講 包括他授權了美國總統 在特殊的情況之下 可以動武來保護台灣 哪三個情況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台灣 遭受解放軍的直接武力攻擊 第二個是中國大陸 用武力侵犯台灣管轄的領土 可能包括台灣 還有颱風金馬 可能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大陸用任何的武力方式的話 美國總統是可以 他們授權美國總統是可以動武的 第三個就是台灣管轄的範圍之內 如果有軍人跟平民的生命 受到威脅的話 這個法案就是授權美國總統 他可以來動武的 是 像這個所謂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這個是由7月29號美國眾議員 尤赫他提出來的 他提出來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我們的外交部其實是滿感謝的 我們有立刻做出了回應 我們的外交部說 這是一個非常友好的法案 感謝尤赫以具體行動守護台海 支持民主制度 感謝美國參眾兩億元 採取多項有我的行為 展現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 所以這個法案 現在雖然是提案 可是他當然還沒有通過 對 現在還在眾議院才提案 眾議院還要再表決 表決完必要參議院表決之後 才能夠送交到白宮 讓川普來簽署 如果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如果說這個表決通過了 那川普也簽署了 他在生效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這個法案生效的180天之內 半年之內 美國國防部長和國務卿 要協助協調 尋求台風政府 以及理念相近的夥伴 建立年度區域安全對話 就是要跟台灣的安全上面的互助 或是軍事上面的合作 要更緊密 另外生效 這個法案如果通過又生效之後 美國的貿易代表 要跟台灣就雙邊貿易協定 展開協商 聽起來這很不賴 那法案通過一年之內 美國總統或國務卿 要訪台 這點很重要 對 就是說這個川普 不知道那個時候 總統是不是川普 可是美國總統要訪台 並且國務卿也要訪台 跟台灣總統會談 美國國會也可以邀請 台灣總統到美國去演說 跟國會議員對話 那另外也包括了 聯合軍演 聯合救災 人道救援的演習 增加台海的自由航行 看起來 如果用字面上的意義來看 如果這個法案通過 對我們是不錯的 對 但這個法案其實 當中的文字倒入 深化台美的交流這個部分 比較特別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認為美國國會的意見 是認為說 包括台灣總統 如果跟美國總統 能夠雙方來進行會談的話 他們認為是符合 美國現階段的一個利益 但是到底這個法案 到底真的實質對台灣 到底有沒有幫助 或者是它只是一個 選舉的一個伎倆 這個可能 我們接下來可能要來 深入來看一下專家的分析 是 專家的分析是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都會連線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美國現在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或是他們現在的動作 到底是什麼 他在7月28號 也就是要提出這個法案之前 美國他來跟盟友拉攏起來 要圍堵北京嗎 這是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還有國防部長艾斯柏 這兩個人在美國白宮 跟澳洲的所謂的外長 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來見面 而且他們在會後發表了 美澳共同聲明 這個聲明裡頭有幾個要點 包括其實都focus在兩岸 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以及香港的局勢 包括要解決中國跟台灣 兩岸分歧的這個事情 應該要和平進行 並且符合雙方人民的意願 不得訴諸武力脅迫 支持台灣有參加國際組織 如果需要主權國家資格 則以支持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 拒絕中國大陸 這個深鎖南海主權 各方不得參與行動 使爭議的複雜化 尤其是軍事行動 那中國大陸損害一國兩制 這個是指的是香港 也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期待香港9月6號 可以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 這看起來有點奇怪 就是美國人跟澳洲人 兩個人在美國開了一個會 開完會裡面的決定的事項 聲明的事項 跟台灣 跟中國 跟香港 跟香港都有關 對 但我們再進一步來解釋一下 剛剛提到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事實上他有提出一個 包括了美台的交流 包括了聯合軍演 因為接下來一個觀察點 就是8月17號 美國要舉行還太平洋的軍演 這個還太平洋的軍演 台灣到底會不會受邀 台灣的國防部是說 我們現在是要積極爭取要 以所謂觀察員的身份去參加 我們知道環太平洋 美國在環太平洋 是兩年舉辦一次非常大的一個軍演 過去中國大陸曾經有受邀 但是在2018年還有今年都沒有受邀 所以台灣這一次有沒有可能受邀 成為環太平洋軍演裡面的觀察員 甚至可能來參加所謂的人道救援的演習 可能是接下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是 就在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美澳發表聯合聲明之後 中國大陸當然也要回擊 中國大陸說你們這兩國在幹嘛 你們兩國在開會 開完會都在講中國的事物嗎 對中國來說 台灣跟香港都是中國事物 所以中國大陸的外交部說 請美澳停止做出 干預中國內政的行為 應該為美澳中關係發展 創造有利的條件 而不是做出會造成反效果的舉動 所以現在看起來世界局勢就是G2 中國 美國在互相傾嘎 或者在互相較勁 互相秀肌肉 各自也拉攏自己的團伙 但現在有個氛圍 就是國際的各國開始在圍堵中國了 對 包括因為我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五眼聯盟 現在可能會把日本給加進去 那主要的原因是 在今天整個新聞的焦點 變成是中美的軍事對峙 過去一直在南海 今天是不是可能會 轉移到台灣海峽 因為BBC今天有做了一個報導 美中如果真的要熱戰 為什麼最近會討論到美中熱戰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川普現在民調是大幅落後 他如果在11月要連任勝選的話 現在唯一兩張牌 一個是疫苗牌 可能在年底之前宣布說 我美國疫苗研發成功了 所以可能可以反敗為勝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戰爭牌 所以現在很多專家都擔心 美國有可能在選舉之前 動用這個所謂的戰爭牌 如果美國跟中國要軍事衝突的話 有哪些熱點 第一個南海 第二個台海 第三個就是中印邊界 今天BBC他們的報導是 他訪問了北京青大的前講師 一個獨立的學者吳強 他說南海不排除會發生 小規模的衝突 他指的是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但是這個小規模的衝突 不至於會擴大 倒是他認為真正的危險在台灣 因為他認為中國大陸 北京方面只有奪取台灣的 把台灣給奪下來之後 設置核潛艇的基地 才有能力在未來對抗美國 這個教授他有提出來就是說 現在習近平是第二任期 第三任期他的計畫就是統一台灣 然後把台灣奪下來 作為所謂的核潛艇基地 來對抗美國 這樣講起來好像在言小說一樣 不過川普為了勝選 可能無所不用其極 剛剛宏儀講了兩張牌 一個是疫苗牌 美國研發疫苗成功了 可以喚起所有民眾的支持 第二個就是要挑起 美中之間的這個戰爭的事端 那戰爭萬一 當然我們都不希望發生戰爭 可是萬一真的發生衝突 或是戰爭的話 有可能在哪裡 過去大家會覺得是在南海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我們台灣在這裡 過去這個台海的衝突 我們說我們是在第一島鏈 那台灣的後頭是什麼 美國在日本的軍 這個美軍的基地 以及沖繩沖縣沖縫的美軍基地 還有在菲律賓 菲律賓的美軍基地 所以看起來這個美中 中國在這 美國的勢力在這 我們台灣就在中間 那當然很多人會惶惶不安 萬一真的 就像宏儀剛才講的 中國要奪島 要奪取台灣 作為它的核潛艇基地 然後來對抗美國 那台灣當然 我們這些人該怎麼辦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議員 他才會提出所謂防止台灣 遭到侵略的侵略法 就是說在必要的時候 美國總統可以得到 國會的授權出兵來保護台灣 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嗎 對 不過大家可能 不要以為美國跟中國 大陸他們的軍事衝突是不可能的 最近的氛圍的確 他們不斷的整個軍事動作平平 你可以看到大陸他們最近 不斷的在南海進行軍演 在渤海地區 他們也擴大了進行軍演 而且今天美國駐日本的司令 他們還說 大陸他們最近不斷的派艦艇 去看釣魚台這個地方 幾乎每一天都派船去 美軍的部分在過去 特別是在7月份 7月中旬到7月下旬 連續11天都逼近了這個地方 廣東地區 甚至有一次最近是逼近到 不到100公里 就16公里的這個地方 那麼可以說是挑釁意味十足 所以最近是不是在南海 或者在台海這個地方 可能會爆發一個 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的確可能性是存在的 紐約城市大學 有一個政治學教授 他叫夏明 他說如果現在是華府 是美國先挑起戰端 他認為這個戰場會在南海 南海比較好可能 然後可能是一個小規模的 如果說是北京先挑起戰端 他認為這個戰場 就會在台灣台海這個地方 因為最合理 而且擁有許多累積的國軍裝備 和勢力滲透 他覺得台灣其實被滲透了 其次才可能發揮 共軍陸上優勢的中印邊界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跟印度邊界 最近衝突連連 所以三個可能發生戰爭的熱點 南海第一個 第二個台海 第三個中印邊界 對 為什麼美國他們是希望 在南海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的強項 就是一個海軍還有他的空軍 所以他在南海發揮的優勢 可以是比較高的 而且我們知道 美國他們在所謂跨協同 協同作戰這個能力 是遠遠勝過大陸 因為有分析指出 就像美國現在所謂的 尼米茲的航空母艦 它的戰力是目前 大陸遼寧號的4倍 等於是如果他在這個地方 發動攻擊的話 可能對他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而且在南海發動攻擊 造成的損傷也可能會比較小 因為這個地方 又有很多國家的 主權的正義 涉入 所以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爆發整個大規模 衝突的機會會比較小一點 我們再回頭來看看 所謂的防止台灣 遭到侵略法的這個法案 已經提案了 後續要等著通過 萬一這個法案 真的通過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看看對岸 有一個解放軍的少將 他就說 美中建交的時候 美國跟中國已經建交了 他們建交了四五十年了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是有定條件的 就是不允許美軍在台灣 有義兵義足 美軍不可以在台灣有駐軍 現在美國有計畫 未來讓醫療艦停靠在台灣 醫療艦其實 醫療艦上頭的就是軍人 他如果停靠在台灣的話 他們也不容忍 中國不會容忍 如果美國如果進一步 邀請台灣參加所謂的 環太平洋的軍演 那更是中國的挑戰他們的底線 所以他們認為這件事情 是萬一發生的話 反而會來挑釁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也趕快來連線專家 這是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的理事長 王坤義 王老師好 王老師好 您好 大家好 教授我想請教 剛剛我們提到的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以美國的角度來說 他當然說是維持所謂的民主 或者是和平 以我們自己來看 我們台灣來看 要怎麼看這個法案 我想這個東西 現在目前整個那個什麼 國際局勢相當的一個緊張 那這個緊張說實話 這個美國一直對中共一直進行逼戰 非要讓他出手不可 那他到底要到哪裡去決戰 我看了他們一直要把中共拉到南方去 所謂南方就是包含整個南太平洋 還有南海這一塊地方 如果那個地方的話 他的戰略重生比較大 所以如果美國的兩艘航母 在那邊跟中共的航母做決戰的話 那應該是比較大的一個重生 那麼所以戰場的一個發生 我覺得他是盡量是往南方去的 那既然如果是美國把戰場拉到南方去的話 那台海這邊的這個發生 戰爭的一個激勵 可能就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中共 他現在目前要對付的 不只是要對付這個什麼 台灣的一個的這些獨派的挑釁 最重要還是美國的這個什麼 他不斷的一個進逼 不斷的一個逼戰的一個結果 他到底要不要出手 或者要出手 怎麼樣的出手呢 這個我想大概是北京最要考慮的一個地方 老師我們怎麼樣看這個法案 我們剛剛提到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這個法案到底是虛晃一招 只是川普政府為了在選前 故意要虛張聲勢的一個事情 還是說他其實美國是真的 誠心誠意的想要來保護台灣 基本上美國的法案是這樣的 備而不用 就是說這個什麼 那個參眾兩院如果都通過的話 他只是一個什麼 宣示的一個作用 真正執行的是在刑制部門 那刑制部門他要用 他可以用他如果不用就算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1995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的參眾兩院 通過要讓李登輝到這個美國去訪問 那個時候這個什麼 李登輝後來是到美國去訪問的 那是柯林頓給他的一個什麼 對 到那邊去訪問去了 所以他可用 但是他也可以不用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說 我們不能鋪施就是說 美國的這個參眾兩院的一個 國會的力量還是存在的 但是總統要不要用 其實他還是在於 他覺得有沒有用的必要性 就這樣子 對 黃教授你認為 就是在8月中旬 這個美國的環太平洋的軍演 台灣有沒有機會來參加 我覺得台灣越來越有機會 因為這個什麼 這個川普的這個身貌 越低落的時候 他必須要打抗中牌 我們有講就是說 這個今年我們這個蔡總統 打的這個抗中牌 還是蠻有效用的 那現在這個能夠救川普了 看來也只有這一招了 就這一招了 如果我找不出第二招了 你看他最近一直在對抖音追殺到底 那內部也是在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在營造一個 前美國都在反中抗中的那種氣氛 甚至把他擴大到這個什麼 不只五眼聯盟 現在連日本都要加進去 六眼聯盟 所以他是變六眼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是在營造整個全世界在抗中的這種氛圍 如果美國是一個抗中的這樣的一個聯盟的盟手的話 那這個他又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了 因為美國過去一段時間其實盟邦都已經不太理他了 現在如果說大家因為這個什麼 因為抗中又凝聚了一個什麼共同的意志的話 那這樣的話這個什麼川普恐怕才有一點點的機會說 是不是能夠尋求連任 否則的話他會變成這個什麼 21世紀以來唯一沒有連任的一個總統 好謝謝老師今天精彩的這個分析 老師謝謝再見 觀眾朋友